很多人喜欢养鱼 但是你用的水族箱是个灯 到底合不合格 有没有危险 萧姬会抽查市面上卖的水族箱灯 结果抽验实践实践通通都不合格 高达了百分之百 危险的项目包括像漏电 或者是温度升高 搞得鱼死翘翘 严重的话 水族箱恐怕要变成了鲜鱼汤了 五彩缤纷的水族箱 看起来赏心悦目 很多民众喜欢在家里养溢钢鱼 但小心水族箱灯 可能会带来触电危机 萧姬会抽查市售水族箱灯 通通不合格 项目包括包装上的规格和景雨 标示不清 还有灯管的外壳不防水 万一掉到水中 可能会造成漏电 以及没有双向电源切断装置 不合格 还有电容器使用时 超过标准规定55度 恐怕会把鱼煮熟 55度气一旦到的时候 这个就表示这个东西的 它的可能会有这个耐热性 甚至这个零件出现损坏的 这个问题就有危险性 尤其是冬天 八升水族箱漏电意外特别多 因为许多热带于冬天 需要照明设备避免冻死 但是一整个夏天 灯管没有使用 加上受潮生锈 很容易造成电线短路 在潮湿状态的时候 人在摸到这外面是漏电 然后身体是潮湿状态 比如说刚好是身体有水 又流汗的状态的时候 那那个地板是潮湿状态的话 食物后漏电的状况 是会死人的 人是会死亡的 专家建议最好三个月 检查一次水族箱 才能确保居家安全 最近新闻刘家卫许少平 特别报道